下面請看本期的環球財經簡訊 國際能源署週四表示 今年第一季全球電動車銷售速度加快 銷量大增140% 達到110萬輛 中共病毒疫情導致2020年全球汽車銷量下滑 但電動車銷量逆勢上升41% 而且現在銷售勢頭依然不減 蘋果公司發布第二財季財報 營收和獲利雙雙告結 均超出市場預期 但蘋果執行長庫克表示 芯片短缺將帶來挑戰 蘋果財務長梅斯特里則警告 因為芯片短缺 公司夏季營收或減少30到40億美元 媒體報導 消息人士透露 美國通訊商Verizon正在考慮出售旗下的雅虎 和美國在線等媒體資產 這些資產可能價值40到50億美元 目前大型私募基金集團阿波羅 對這些資產表示感興趣 世界黃金協會表示 因為歐洲和北美的投資者 大量拋售黃金抵銷了亞洲黃金消費的復蘇 全球2021年第一季的黃金需求 接近2008年以來的最低點 而亞洲的中國印度 因為疫情封鎖措施 也導致金市金幣等價格下跌 新唐人記者鄭志綜合報導 最低點 我知道 這次